大家好,我是群,我叫Ken 今天要教各位的是更改隊伍成員的部分 那首先我在這邊放了一個角色 那我給他哈洛德的圖示 那我選擇更改隊伍成員的部分 那我可以選擇我是要添加還是移除成員 那這個部分其實和道具有點像 就是一樣你先選擇你要哪一個角色 那增加或者是移除他 只是這邊不能夠選擇數量 因為在預設中你只能夠有一位一樣的角色 那如果你要兩位或是以上的話 你就是要在不同的ID上面再設置一個一模一樣的角色 那這邊如果是選擇添加的部分的話 可以選擇要不要初始化 那初始化就是如果你的角色在你添加之後有升等 那之後你又把它移除 當你再一次做添加的時候 你是希望他從上一次的等級開始繼續 還是從一等開始重練 那我這邊就放一下初始化好了 那之後結束之後 我希望他可以倒下 然後當我和另外一個倒下的 哈羅德做講話的時候 就會把這個角色移除掉 那所以就放一些 就自開關啊 然後移除這個角色的部分 那關於這部分的介紹的話 前面的教學有做這部分的介紹 所以當我和這個站著的哈羅德講話的時候 我就會添加一個哈羅德 那如果我已經有哈羅德的話 我就不會再添加一個哈羅德 那之後我就會開啟自開關 然後跳到這個頁面 哈羅德就倒下 那我當和這個倒下的哈羅德講話的時候 我就移除了哈羅德 然後之後我就會將自開關給關掉 也就是跳回這個站著的哈羅德畫面 那如果我身上只有一個哈羅德 我和這個倒下的哈羅德講話的話 就是會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 就是你的螢幕上 你並沒有任何角色 但是你還是可以做移動就是了 那接著 因為我要讓大家看初始化的部分 所以我要放這裡一個水晶 那水晶會讓我升等 那升等的部分我還沒有做到介紹 它其實是在這個角色的部分中 那既然這邊用到的話 就先跟各位講 也就是這個更改等級的部分 那你可以選擇你是要 讓哪一個角色 或者是整個隊伍的角色全部升等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選擇一個變數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看它的那個角色ID 那再來是這個操作的部分 一樣是就是增加減少 那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到時候我再講這個角色的時候 再做一次介紹好了 那這邊就先這樣 那我這邊其他的就是不同位角色的增加和減少的部分 那這邊我就沒有在做這個初始化的部分 這樣可以讓大家看出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特雷澤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盧修士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就 喔還有一點是 如果你要設置 一開始的初始成員的話 你可以在資料庫中 這個系統的部分做更改 那就是我現在是只放了一個哈羅德 那預設是它會有四個角色 也就是它會把四個角色全部放進來裡面 那如果你要增加的話 就是點兩下 那你就可以選擇你要增加哪一個成員 那記得的是一位角色只有一個 所以如果選哈羅德的話 你還是沒有辦法再增加第二個哈羅德 那如果你要其他人的話 就可以加進去裡面 那如果你刪掉它的話 你只要按Delete就可以刪掉 那所以我現在初始成員就只有一個 那我現在就進到遊戲中做一下測試 那首先是先讓各位看一下 我的角色只有一個 所以我不能夠更改我的隊形 那我現在身上有哈羅德 所以當我和哈羅德講話的時候 我還是不會增加一個哈羅德 就我還是只有一個哈羅德 那我現在要讓大家看的是 如果我身上只有一個哈羅德 我還按哈羅德講話的話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哈羅德消失了 並沒有任何一個角色 而且這個道具 技能裝備跟狀態的部分也都有消失了 那但是我還是可以移動 那再來就是 我還是把角色給加回來好了 好所以我現在有著哈羅德 那如果我和其他的角色做對話的話 我就會增加這個角色 那當我有大於一個的角色之後 我就可以去選擇隊形 然後更改我的隊形 那再來是我要讓我的角色做升等的這個部分 那他們現在都有等級2了 那也要在這邊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哈羅德是等級2 然後特雷者也是等級2 那我再添加一個角色好了 那這邊的話就是 因為我是先升完等 然後再添加角色的 所以我的瑪莎還是從等級1開始 那如果我和這個哈羅德講的話 移除我的哈羅德 然後隊伍中當然會減少哈羅德 那我要讓大家看的是這個初始化的部分 因為剛剛哈羅德是兩等嘛 所以當我又把哈羅德給加回來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哈羅德變成了一等 那如果沒有使用的話 也就是我待會去按特雷者做一個對話 那特雷者並沒有初始化的部分 那首先我先將特雷者給移除 那我在和這個特雷者做對話了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特雷者還是兩等 因為我並沒有做初始化的部分 那這就是關於更改隊伍成員的部分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按讚或是訂閱 謝謝大家